这可能是植物大战僵尸最帅气、最霸气侧漏的一株新植物 或许也是首个有全局技能的植物 或许也是首个能改变场景的植物 大家赶紧三连上车 我们一起来稍作解读一下官方爆料的新植物 首先它的名字叫深渊海葵 光听这个名字就很霸气有没有 从形态来看 第一个静止形态 头部有一个巨大的紫蓝渐变的花苞 这个花苞的外形和能量花有点相似 然后诡异的地方是眼睛长在了花苞下方 而且有四个眼睛 还有酷似章鱼的触角 触角上也有很多眼睛 整个藤蔓深入地理 大概外形是这样子的 再来科普一下现实原型 它的名字叫海葵香菇 或者叫海葵真菌 是一种长得像海葵的真菌 它原产澳大利亚 散发难闻气味 靠飞虫传播包子 从图片来看 貌似并不是在海里的植物 只是长得像海里的海葵而已 其实它应该属于蘑菇家族 再来分析一下宣传视频里的内容 首先它的触角可以从地理伸出来 估计攻击模式之一 就是全屏幕伸出触角攻击僵尸 然后它还会张开花苞 露出第二形态 并且发射类似有魅惑效果 或者和地星发射井一样 让僵尸改变形态的效果 然后僵尸会变成一个 章鱼形态的法师模样 当然以上就是基于宣传视频的猜测 这个僵尸出来的之前 有一声魅惑姑魅惑僵尸的音效 所以和魅惑或许也有一点点关系 可能是魅惑后改变僵尸形态 开头也说了 它是首个有全局技能的职务 至于全局技能是啥样子的 目前还不知道 而且还是首个能改变场景的职务 改变场景或许指的是 整个战斗地形都会改变 比如深渊海葵在功夫世界打僵尸 或许打着打着就把功夫世界的地貌 换成了独属于深渊海葵的地貌 当然以上只是老庄的个人猜测 接下来看看玩家发的热门评论吧 第一眼 好奇 再看一眼 那晚 巫师僵尸和章鱼僵尸喝醉了 要出新的海底面镜吗 有魅惑的音效 估计视频中的那个僵尸 可能是被这个植物寄生了 有克苏鲁纳未儿了 小朋友不会害怕吗 虽然我是个大学生了 有眼睛的初九 这莫名想到了 王国保卫战里的复明教会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也可以把你的猜想 写在评论区哦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